哈喽大家好,我是瓜肉 欢迎来到绝地训练营 绝地训练营迎来第三季了 绝对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有奖真大 想要获取绝地训练营实体或虚拟周边的朋友 记得要到片尾回答问题 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 圣诞节气氛比以往还要热闹 国外在冬天来临时 通常会在晚上忽然下雪 就像绝地海岛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霜一样 绝地求生宴冰霜节好看,好玩 又能感受冬日温暖 就在绝地海岛一样话不多说 继续看下去就对咯 Let's go 首先带大家导航地图 全新的绝地海岛 这次的冰霜节真的是带来非常多有趣的玩法 打开地图可以发现在地图中有几个被冰雪覆盖的区域 分别是G岗 Y城 M城下方 Lipoca Primosk 等等 并且也有一些冰雪离岛 这几个区域就是可以使用滑雪功能的 里面的地形都非常的特别 可以在里面拿到制作雪人的雪球与制作冰雕的鸡蛋 大家绝对不要只认为它是个装饰品 这可以是对战略上非常实用的 它的存在必有它的可用之处 不过这我们到后面再说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 在雪地上会有一个雪地城堡的标示 航线上如果进的话不要犹豫跳这里就对了 这里的物资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物资都有机会找得到 就连M24狙击枪都有 由此证明这里真的是物资负极区啊 开场之前到M24的我 也在后面的比赛打得非常顺利 只要有雪地面积的地方通通都可以滑雪 包括冰雪离岛 这个滑雪系统非常的好玩啊 能在海岛中感受到冰封雪地的临场感 真的是一张地图多重感受 滑雪是需要多练习的 可以在场景中滑来滑去 甚至可以来个360度的特技 并且也可以利用滑雪系统闪避敌人 实用在实战中真的非常的实用 像是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我二拍落地的时候就发现 敌人早已收集完物资 想要来打我的人头 诶我一按下滑雪 敌人直接追不到我啦 即使出枪也没有办法 利用滑雪系统躲过后 拿到了一些物资 反倒是我一个反打敌人 让他措手不及 所以说利用好这个滑雪系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啊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冰雕 在冰雪覆盖区可以获取鸡蛋 掉出后会有一个攻击形状的冰雕出现 这个冰雕可以抵挡子弹 对 没错 可以抵挡子弹 甚至直接可以当一个掩体使用啦 在决赛圈时利用冰雕当作掩体 真的是不二之选啊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雪人雪球也是一样 可以制造一个雪人 同样也可以当作掩体来使用 但雪人的缺点是打击雪人的头 他的头会不见 所以要当掩体来使用的话 多减点冰雕会是比较实用的 那里面还有更多大家意想不到的场景 就让求生者们自己探索咯 似乎里面还有一个放着音乐的温暖小屋 在等着大家呢 最后 跟这部鸭屏的观众朋友 请到YouTube订阅 G-U-A-L-O-W G-U-A-L-O-W 同时也欢迎追踪绝地求生年的 官方粉丝团与官方频道 我是G-U-A-L-O 再见 拜拜